2018年对于武警部队来说意义重大,因为就在今年,武警部队完成了一系列的改革,武警消防部队,黄金部队,森林部队,水利部队等退出了现役部队,都被转移到了各地。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出现了,消防部队被撤销之后,管兵们原来使用的军衔怎么办呢?认真的说,消费部队采用了全新的等级和称库。 今天就专门讲一下,中国武警组建于1983年,武警部队的前身是公安军,在八十年代,社会之外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组建了武警部队,刚刚组建的武警部队,参加了1984年的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时,武警部队下辖内部队,消防部队,水利部队,黄金部队等部队。 其中,消防部队自然负责各个地区的突发事件,比如说火灾、水灾等灾情,都需要消防部队出动。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,消防官兵也经常出现伤亡。 当时,武警部队采用了解放军一样的军衔,也就是裂兵、上等兵、士官、卫官、校官、将官等等。 消防部队也不例外,在世界发达国家,基本上都拥有专业的内卫部队,例如美国的国民警卫队,中国的武警部队也有内卫军的性质,但并不全面。 在很多国家,消防队都是专门组建的,拥有了各种专业的设备和训练。 请注意,消防队隶属于地方,而不是隶属于武警部队。 进入最近几年之后,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开始了,武警部队开始了改革。 原来的水利部队、黄金部队、消防部队都被撤销。 武警部队正在向标准的准军事部队转变,越来越向标准的那位部队,一个问题出现了。 消防部队一交给各地之后,消防刮兵的军衔怎么办呢? 从2018年开始,消防部队不再使用军衔,而是采用了最新设计的消防救援衔。 消防救援衔分为高级、中级和初级三个等级。 8年以下工作经验的工编位初级消防员,8到16年工作经验的是中级消防员,16年以上的位高级消防员。 其实,初级消防员分为了预备消防室、四级消防室和三级消防室,中级消防员分为了二级消防室和一级消防室。 高级消防员分为三级消防厂,二级消防厂和一级消防厂,从最新的消防救援衔来说,小编感觉有点像警衔,但是又不完全一样。 小编的一个同学就是消防官兵,他开玩笑说,自己从现一军人成为地方办事人员。 按照目前的情况,消防官兵的军队肯定也会进行改变,估计和武警军服会出现很大的差异。 虽然消防部队不再属于武警,但是消防部队的任务没有改变,换了名称和军服。 消防部队还是原来的消防部队,如果出现了比较危急的情况,消防部队还是会第一个冲到最前边。 小编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,警察追击小偷,消防战士路过,没有丝毫的犹豫,立刻加入了追击的行列。 至于水利部队和黄金部,对,也会进行一些改革,小编以后会慢慢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